在柳云龙出演的电视剧中 对男女之间的情感表达 总是那么维婉而含蓄 总是那么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 看了柳云龙这么多影视作品 娱乐全还没看过柳云龙和戏中女演员亲吻一次呢 别说一次了 就是亲吻未遂都没有 解释下名词 亲吻未遂 亲吻未遂就是比如男女双方动情 含情默默四目相对火花四见 然后两人就有风唇嘟起相互火辣靠近 就要来个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 邦邦邦 脑人的敲门升起 男主人公极其厌烦 不情不愿地去开门 女主人公满脸失落地怅然入尸 在柳云龙作客李静的访谈节目非常近距离时 主持人李静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让柳云龙用他故乡几男话说一下我爱你 柳云龙推脱了几番 眼看推不开这段话题 于是硬着头皮说 爱爱你 然后说完这句话调侃自己的 说完 爱爱你这句话 就想拿拖鞋抽自己的脸 李静笑道 你可真会说 用拖鞋抽自己 你怎么不用高跟鞋 啊哈哈哈哈 李静啊李静 看你貌美如花 这怎么如此心如蛇蝎 我们广大铁柳还等着柳云龙帅帅搭 两代给我们奉献一个个过瘾满意的角色呢 怎么能用高跟鞋毁龙呢 你要想用高跟鞋抽脸 你回家抽你家老公黄小茂去 啊哈哈哈哈 不要生气 李大美女 纯属玩笑 气大伤生 情感表达总是很腼腆的柳云龙 广大铁柳跟娱乐圈一起大喊 柳云龙 我们铁柳不爱你 爱你一生一世不改变 文章原创 万运抄袭必究 当我文章却原创的情绕道